如果说到二战的海军军官 你会想到谁 是牛马觉醒 打捞442名落水盟军的大佛仙人 宫童信作 还是以中将军衔 担任海军最高指挥官身兼数职 堪比和动力驴的航母仙人 小泽智三郎 可还有一名海军军官 不仅物理上饭量极大 野心上胃口更大 要从西海岸登陆 再轰炸纽约 最后再把天皇的皇宫搬过去 可中途岛一战 就在太平洋上表演了训剑 他就是训剑仙人山口多文 真实的故事比你想象的更夸张 1892年盛夏 山口多文出生在东京小石川区 他们全家都是学霸 父亲山口宗义 是东京大学高材生 全日银行总理事 二叔是法国海归 设计了大阪市的城市规划 三叔更是理科博士 全日最早的X社县物理学家 家族的智力属性已被拉满 但山口多文的父亲觉得 光有智力还不够 家族还得添点武力 就显到连仓时代有一位名将 大名南木正成 小名多文丸 父亲就用多文二字给儿子取名 还告诫他以后要像多文丸大人一样 成为一代名将 让父亲欣喜的是 小多文从小就力大无穷 还特别能吃 精力旺盛的就像长了四个肾 儿子在外面打架 父亲不仅不约束 还在家里拱火 等小多文鼻青脸肿地回到家 告诉父亲对方比自己还惨 父亲就会竖起大拇指称赞 14岁的山口多文 踏进开城中学校门 依靠家族遗传治理 被老师称为开城中学难得一见的天才少年 可不到一个月后 山口多文就拿着一根棍子 完成了从学霸到校霸的蜕变 1909年 山口多文参加了海军学校考试 在全国考生中排名第21 顺利进入江田岛海军兵学校 按规矩 新生的夜宵 应该是高年级老大哥的巴掌 但山口多文打破了这一传统 拿着一把竹刀 成了江田岛建道第一高手 不仅如此 山口的饭量更是惊人 在食堂里胡吃海塞 成了江田岛建校以来 唯一一个把菜单吃遍的男人 有次 他和新结识的好友 武士兰慧外出吃饭 一下子点了四份 武士兰慧还怕自己吃不完 可端上来才知道 山口一个人就要吃三份 江田岛海军兵学校 从39期之后 就再没出过大将 而山口恰好就是最悲催的第40期 他的同班同学也是牛马辈出 有发明神风特工的大西龙智狼 更有亲自去执行最后一次神风特工的语言禅 此时 他们据是一坨屎 未来也将散如满天溪 唯一令山口嫉妒的是一名叫刚心的男人 在他的压制下 山口每次考试都是第二 刚心则是在江田岛海军大学和海军泡兵学院 连续三次第一 1929年末 高层安排山口多文中佐 跟着山本56赴美参加一个重要会议 山本曾在哈佛留学 山口也曾在普林斯顿留过学 二人都对美国非常了解 一路上相谈甚欢 那时候山本还是大佐 在他看来 山口这位小兄弟 能力高 情商低 性格鲁莽 一点就炸 如果想要干大事 身边少不了这种莽夫 山本和白宫高层打了几个小时桥牌 假装不经意间的闲谈 就套取了美对日裁军的重要情报 立下大功后 就被晋升为少将 大哥吃了肉 就得给小弟流口汤 当他听说山口多文的妻子过世 就试探性的问山口 你要老婆不要 经过介绍 山口多文娶了贵子小姐 贵子的叔叔是海军中将 四造教父 他的靠山更是海军的实际画室人 福建宫亲王 有了将军岳父 山口多文结婚第二个月 就被晋升为大佐 前往美国担任五官 同僚代之夫大佐 曾这样评价山口 他热衷于搜集情报 但大本营却不重视 这简直太失败了 随着山口在海军越混越大 他对下属也越来越严苛 让轰架机在没有护航的情况下 都要强制执行任务 连活阎王大西龙之郎 都劝他不要太冲动 还有一名叫做横山堡的中佐 祈求能有护航飞机 或是延迟执行任务 换来的却是山口多文的贺斥 你难道舍不得你的生命吗 这次你非死不可 到了1940年末 山口被晋升为少将 此时日高层已开始密谋 对美国发动袭击 就召唤山口入宫面见天皇 他也第一次和幕后靠山 福建宫亲王共进午餐 山口被任命为第二航空队司令 听起来官不大 可实际上手上却有了两艘航母 他知道事出反常必有妖 就向妻子写了一封遗书 也许我再也回不来了 另一边 黑岛归人参谋 拟定了一份偷极珍珠港的计划 山本56也认为 大和民族不可能战胜美国 既然必须要打 就要取得先手优势 先击溃美国太平洋舰队 取得谈判筹码 再逼迫罗斯福签订对日有利的条约 海军中将南云中一 却跳出来大喊 大家想想 一个庞大的偷袭部队 要航行古千公里 谁能保证不被发现 草鹿龙之介少将 作为南云的参谋 也补充道 我们绝对不做这样 不负责任的冒险 正当大家一片沉默时 山口多文跳出来 给大哥山本56助威 本人完全赞同这一作战计划 他还引用了古语 不入虎穴 咽得虎子 表示愿意以身训剑 随后 更多少传军官站出来声援 恶狠狠地看向南云 山本也顺势立下flag 如果军令部不同意我的作战计划 我将不惜辞去 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职务 敲定了珍珠港的计划后 南云和草鹿又提出了新观点 我们赤城号和加贺号 排水量都是四万吨级的大航母 山口军那两艘飞龙号和仓龙号 才是两万吨左右的小航母 燃料应该都不够用 还是让他留在老窝吧 山口多文听后 怒不可遏 喝了一天大酒 来到上司南云的办公室门口 一脚踹开大门 破口大骂 老东西给我单程燃料 打完仗我不回来了 南云也不惯着他 就呵斥道 你不想活 你的家属还想活 山口多文暴跳入雷 一个闪身就拿到了南云后背 两手勒着脖子就要形成裸脚 把门身赶来的草路龙之界 吓了一跳 南云中医碍于面子 还是对草路说 别插手 论柔道 我还是一把好手 对付这样的罪鬼没有问题 眼看南云的身子已经软了下来 只有嘴还是硬的 草路赶紧也过去勒住山口的脖子 才成功救下了上司 或许是因为南云答应了戴上山口 也可能是因为打了上司 他很开心 山口多文走出房间时 开心的哼起了歌 1941年11月26日 丹冠湾飘下雪花 史上最大偷袭舰队驶出港口 在枯燥的航海湖中 山口多文靠舰道来打发时间 战斗机驾驶员志赫书雄 在甲板上办了画展 唯独南云躲在漆黑的房间里 默默祈祷 为了麻痹美国 日本在12月3号派出了龙田丸号撤桥船 预计14号到达旧金山 让美国认为 在这之前肯定不会被偷袭 这个烟雾弹可坑藏那些赛美日桥 偷袭刚结束 他们就全被抓进了集中营 12月7日 联合舰队三点半就吹响了起床号 这天的早餐格外丰富 主食是清蒸鲦鱼 还有过年才能吃得上的红豆饭 甜点是板栗 寓意胜利 山口多文没有多废话 只说一句 祝你们成功 地勤人员给航空兵们送上了一份礼物 一条写着地剩的大字布袋 随着小白旗挥下 甲板上所有的飞机 发出巨大的轰鸣声 183架飞机 从6艘航母的甲板上 像蝗虫一样窜出 另一边 珍珠港的新兵埃里奥特 正在练习操作雷达 看到大批黑点快速移动 就像上级报告 可得到的回复却是 今天有一批从西海岸飞来的B17 不用担心都是自己人 更离谱的是 谈香山基地的罗根中校 已经用肉眼看见了日记 居然恶狠狠地指挥手下 把记号记下来 我要处分这个胆大包天的家伙 一声剧烈的爆炸声后 战斗机抛下雨点般的炸弹 还有大批鱼雷机掠过水面 对港口里的战列舰投下鱼雷 日记一连发动了两波攻击 让珍珠港变成了炼狱 无论是港口还是机库 都是一片火光 冒着浓烈的黑烟 联合舰队山口多文 受到了偷袭成功的消息 但目标里的三艘美国航母 并不在港口 难于一想到 随时会返航的三艘航母 就心惊胆战 这时山口多文发来消息 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再次出击 诸位将士都非常能渴望扩大战果 请南云司令立即下令 这条消息帮了倒忙 南云本来还犹豫不决 但一想到他最讨厌下属 山口多文还在冒进 就下定决心立即撤退 此时还有两架轰炸机 迷失了方向没有回来 但南云撤得太快 导致他们游进击毁 55人葬身大海 这场战役中 美国最大的战果 就是俘虏了一艘小潜艇 活捉了一名潜艇兵 一开始这名士兵还很硬气 什么都不肯说 可三棍就被打散了兄弟情 口供录了三页兄弟名 在海上返航时 山本56发来军令 要他们顺手摧毁沿途的中途岛 可南云和他的参谋草路 却一唱一鹤 我们胜利之师 去打那么一个弹丸之地 山本真是太不礼貌了 山本又下令 他们去攻打维克岛 南云就灵机一动 再抗命也不合适 山口多文不是爱打仗吗 就让他去吧 山口多文就有了空降大哥阿布红义 阿布红义在江田岛就比他高一级 他只能跟着打酱油 这位阿布红义也不是省油的灯 后来夜战瓜岛 玩费了比瑞号和雾岛号战略舰 他的弟弟阿布俊雄更是拉了驼大的 率领当时最大的航母信奴号 第一次出航就被一艘潜艇单杀 打完酱油后 山口多文参加了山本56的战略会议 他提出了一个激进的方案 先进攻孟买再打下澳洲 占领夏威夷后 还要拿下巴拿马运河 切断南北美洲的联系 听到这里 大家都感慨 原来山口军的胃口 不只是大在吃饭方面 山口多文越说越激动 舰队应该从西海岸登陆 占领加州大油田 再让轰炸机补充燃料 横跨北美大陆 去炸了东海岸的纽约 到那个时候 皇宫都可以搬到美洲 山本56听完后表示 你也是在美国待了这么多年的人 怎么会提出这么异想天开的方案 最终山本56定下计划 阳宫阿流深岛 吸引美军舰队 在用四艘航母进攻中途岛 等到美国航母回原时 就能被围点打圆 一举歼灭太平洋美军舰队 1942年6月4日 山口多文在飞龙号航母上 观望着他的另一艘航母 苍龙号 在远处 还有两艘超大航母 赤城号和加贺号 他最憎恨的老上次南云 此时就在赤城号上 像一头猛虎 在巡视他的领地 清晨四艘航母 放出108架战机 进攻中途岛 同时放出侦察机 搜索周围海域 山口多文正在交集的等待 南云发来了紧急信息 我们无法摧毁岛上的目标 正在山口多文失望之时 美机突袭日舰队 对着山口多文的飞龙号 就扑了过来 放下一连串鱼雷 险些击中飞龙号 南云认定岛上的飞机太多 就下令把所有鱼雷机上的鱼雷 换成对地的高爆炸弹 要一举摧毁中途岛 可还没等完成换装 又一波美机来袭 山口多文就命令 高射炮和零式战机拦截 可南云的航母 却没有派出飞机支援 一连五发鱼雷 拉着白线逼近 山口下令 左满舵躲避 惊险刺意之后 全舰都在欢呼 又捡回了一条命 但问题是 躲避之后 舰队的队形也乱了 赤城号上 南云终于接到了 侦察机的报告 附近有美国航母 南云吓得赶紧发布命令 别换炸弹了 快把鱼雷给我装回去 准备进攻对方航母 不同于当时 其他国家的舰载机 日机既能搭载鱼雷 对舰船攻击 又能搭载炸弹 对地发动轰炸 但甲板兵需要花费 一定的时间 才能把几百公斤的弹药 完成换装 更糟糕的是 南云的指令太紧急 甲板兵为了完成任务 就把炸弹和鱼雷 乱堆在了甲板上 上午10点 天空中再次飞来50架美机 看样子是要发动补充攻击 其中33架 分成两个中队 分别扑向赤城号和加赫号 山口多文赶到空气里 一阵剧烈的冲击波 转头就看见 此时他见过最大的一次爆炸场面 加赫号上了炸弹堆被引爆 数百发炸弹 直接将整个航母 变成了一团火球 两分钟后 绰号迪克百斯特的美军上尉 对南云所在的赤城号 发动补充 当时赤城号的高射炮都在打鱼雷击 根本来不及反应 迪克百斯特上位 对准闸板上的日制丸标志 抛下一枚炸弹 一发入魂 直接引燃弹舱 创造了一人击沉一艘航母的奇迹 山口多文在一旁急着跺脚 又看见17架 无卫式俯冲轰炸机 攻击苍龙号 连续三发炸弹 击中航母 海面上已经有了三团火球 山口在卓望之时 接管了指挥官 他要反手围攻 用两批飞机向美军航母发动攻击 小林道雄中尉 作为第一波 带领24架俯冲轰炸机进攻 在海面上发现了一支舰队 还没来及俯冲 就被成群的野猫战斗机从背后拦截 只有8架轰炸机成功突围 分成两组后 从不同方向 对美国航母发动俯冲轰炸 连续三枚炸弹爆开 机队发回捷报 我已击沉美国航母一艘 山口多文的侦察机 发现了三艘航母 现在击沉了一艘 虽然还是一对二 但还是有机会搏一搏 山口多文就命令游泳仗势 发动第二波袭击 开着漏油的飞机就上了路 经过一个小时的飞行 游泳发现了一艘完好无损的航母 下令机队降低高度准备攻击 这次又是同一批野猫战斗机前来拦截 只有5架鱼雷机飞到美航母附近 抛下鱼雷后 两发集中侧悬 航母已经明显倾斜 山口多文收到消息后大喜 现在就剩一艘航母了 论单挑 我可从小都没输过 他不知道的是 两步攻击炸的其实都是约克乘号航母 所以第二次游泳 才没看到黑烟和火焰 白白浪费一波飞机 又把已经没有作战能力的约克乘号炸了一次 直到下午3点5时 侦察机才发来消息 附近还有两艘航母 山口多文一脸难以置信 他感觉天都要塌了 下午5点 24架飞机率先出现在 飞龙号上空 山口多文马上组织高射炮反击 他抬头看见三架飞机组队促冲 三枚炸弹精准地落在前甲板上 山口将所有希望都寄托于机库的飞机 可此时却都在火中被熊熊燃烧 这下彻底完蛋了 山口再也没有反击的任何办法 在他看来 日本的造舰能力本就远远不如美国 这场战役更是拉开了航母数量的差距 以后再也无法弥补 在这一天 日本被击成了四艘航母 其中南云的那两艘都是最大最强的 山口绝望地遇见了自己的未来 作为战败的军官 将会在预备翼或者某个港口 一直屈辱到老死 凌晨时分 山口做出决定 将所有幸存的船员集合在甲板上 山口说 自己要对这样战争的失败负主要责任 并对着东京方向高呼板栽 随后他命令所有下属 弃船逃生 自己要在太平洋上表演训剑 飞龙号舰长加莱指南大佐 站在他身旁 也要和航母共存亡 山口多文的最后一句遗言 竟是吩咐手下 帮他给南云中医道歉 让南云为自己复仇 随后就命令驱逐舰 对已经丧失动力的苍龙号 发射了两枚鱼雷 自己陪苍龙号一起 沉入了漆黑的大海 中途岛实在玩得太大 消息就一直被海军隐瞒 直到1942年10月 高层才知道山口的死讯 给了一笔丧葬费 再把他官升一级 敬为中将 山口多文在日本的名声很响 他们喜欢这样的勇夫 拍摄电影时 也选了帅气的阿布宽来饰演他 美国五星上舰尼米兹 也曾担心山本56死后 山口多文会成为更棘手的对手 可历史的魅力 就在于他的不确定性 失败的人总觉得 他下一次就能一雪前耻 成功的人 总以为下一次 他还会没开二度 可不能忘记的是 正义与自由 终将获胜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点击关注 为你带来更多硬核故事 我是台杠 我们下期再见